全身沾滿爛泥 挑戰黑泥巴障礙賽是什麼滋味呢 第四屆彰化西州黑泥祭在彰化西湖登場 帶您一起去看看 槍聲響起 黑泥祭體驗障礙賽開跑 重場之下必有勇夫 鄉長喊出第一名半天榮譽架 挑戰者衝上斜坡後 踩在黑泥跨過四隻黑色大水管 面對障礙賽第三關 通過關卡後 挑戰者匍匐前進繼續挑戰第四關 最困難的就是第五關 需要靠雙手才能前進 考驗挑戰者的體力與耐力 一個就不行了嗎 加油 比較需要體力會很喘 對 但我相信比我體力好的女生大有人在 去年好像沒有那個吊鋼桿那個項目這樣 因為他可能手比較 會有土會比較難抓這樣 有沒有什麼訣竅 有沒有訣竅 就是要怕髒要直接衝這樣子 這次特別請到在地水牛啦啦擔任活動大使 六歲的啦啦一碰到黑泥 馬上就挽起泥巴來 我們挑戰極限的黑泥的一個障礙賽 那我們把這個障礙賽長度來延長 那難度來增加 來提升 邁入第四年的黑泥季 障礙賽增加長度 距離大約近百公尺 難度也大幅提升 公所邀請民眾來躺渾水 接近大自然 嘿 你好 生日快樂 小魚 感谢观看